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西西老师 那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八周打卡团的第二团 SST的精听精改打卡团好不好 那今天呢已经是我宅在家里面应该是第五周了 也不知道大家宅在家里面是第几周了 所以希望大家一切都还顺利 那既然宅在家里呢 咱们就拿出来每天啊 拿出来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来好好的把这个视频看一下 然后呢真的七天可以养成一个良好的SST精听精改的一个习惯 而且希望这七天过后呢 大家对于整个SST乃至于整个PT听力啊 都有一个新的认识好不好 希望能在这七天里面一起帮到大家 好那么废话不多说了 我们来说一下我们这个SST精听打卡团 这样每一个视频给大家作用是什么 那首先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每一天这个视频我会带大家精听一篇 我精选的SST的题目 那每一天呢我们尽可能去找不一样的topic 那这样呢大家可以领略到就是各种各样academic topic 学术主题好不好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呢我们不仅仅只是说啊 放个录音大家听就完事了 而是呢想把我们非凡英语听力这边一套教言啊 想灌输给大家 也就是说很多同学在我们老师眼里面 其实你在自己家里面做听力的时候 很多方法都是错误的 而且有很多的时间其实是花在了无效 无用的事情上面 OK 好所以导致学习效果并不是很好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希望能做到第二个点呢 就是真正的告诉大家 你要用什么样的流程去听 什么样的方式去听 听什么 做什么 记什么 练什么 能够更好的帮助到大家SST里面的听力 好不好 那第三件事情 既然咱们叫一个打卡团 那么咱们当然要完成作业且打卡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视频呢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 在你完成作业之前 我们要把该讲的 该练的 该听的都讲了 这样大家才好去做作业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理解为 这是一个布置作业的视频 好不好 好所以呢 废话不多说 我们就赶紧开始今天的题目吧 好不好 那今天的题目流程会是以这样的方式 我提前跟大家说一下 这样大家心里面清楚 而且这个时间 大家应该赶紧去找纸找笔啊 什么的 对不对 好 所以把纸笔准备好 然后千万咱们啊 不要躺在床上听 否则呢 第一过一会儿 你真的要睡着了 第二 可能有些东西该记的 咱们也没能记下来 是不是 好 所以这个时间啊 把笔 把纸 然后自己整个人 坐到桌子前面 准备好 好不好 那流程是这样子的 首先呢 会在不跟大家讲解任何东西的前提下 先让大家来听一篇文章 SST一篇文章 大概在一分钟左右的一个长度 好 接下来呢 我会以我想要教给大家的方法 去给大家拆开来慢慢的讲 把这一篇文章 以讲解词汇 讲解结构 讲解句子结构 这样的方式啊 给大家一点点讲完 然后最后呢 会让大家再完整的听一遍 并且呢 布置作业 好不好 这是我们整个视频的一个流程啊 好 那么咱们 这把真的开始了啊 好不好 这把真的开始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今日SST打卡的这个题目 那首先呢 先跟大家讲一下 今天我们的topic呢 是西方历史 好不好 西方历史 因为毕竟我们是考英语嘛 所以说很小很小的概率 你真的会被考到一篇文章里面 讲的是咱们亚洲人的历史 或者是咱们中国人的历史 这个概率非常小 所以呢 也不是说我故意要挑西方历史 而是西方历史 确实在SST当中考的较多 好不好 那无论你的基础怎么样 你的词汇怎么样 咱们先来一遍 好不好 好 来 咱们准备完整的啊 叫盲听一遍 好不好 好 准备好了吗 好 如果你现在没有准备好 自己按暂停 如果已经准备好了 那咱们就开始 好不好 三 二 一 所以 那咱们就开始解释了 I want to turn now to really look at what was different about the American colonies why were people here different why was life here different from what it would have been like to be a British subject back in England so that's going to be what I mainly address for the rest of the lecture and I'm going to talk about it by focusing on three different points point number one I'm going to talk a little bit about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 of the people who migrated to the colonies I love gives you such a sense of power when you're lecturing and you say there are three reasons and the entire room goes ah three there are three so there are three so number one is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 of the people who migrated to the colonies number two is the distinctive conditions of life in British America and that that point I'll talk about for the longest and then number three is the nature of British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and I'll repeat that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 of the people who migrated to the colonies the distinctive conditions of life in British North America and the nature of British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ok 好 那我们已经完整地听完了一遍啊 那我相信肯定有一些同学 已经很着急地开始记 或者是很着急地开始给出一些自己的反应 比如说 哇 这也太难了吧 诶 什么单词 American 什么什么 对吧 这讲的什么东西啊 完全没有听懂太多声词了吧 对吧 好 所以两种同学啊 是我在教学的过程当中 见的比较多的 你看一下 是不是说的就是你啊 第一种同学呢 就是很着急记很多东西 然后呢 在整个录音放完了之后 看着自己记的东西 其实脑子里面有一点点的糊啊 就是不是很清晰 那么这第一种同学 那么第二种同学呢 是很迷糊地听 听得很云里雾里 而且所有的东西都只有一个字 就是感觉难 听不懂 难 听不懂啊 这是两种同学 那么看一下这两种同学 他们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 就是一个是过于的急躁 也就是没有能够把事情 一步一步地卖下来做清楚 那么第二种同学呢 就是属于主动学习性比较差 解决问题的情况呢 稍微弱一点 也就是说可能他们比较局限于 现在的这个情况 而不想去真正的提升一下自己 想去解决一下 哎 我觉得很难 但这个事能不能解决 对吧 好 所以呢 关键就是在于这里 那么今天呢 就给大家好好的 把这两种习惯啊 纠正纠正 好不好 过急躁的同学 要慢下来 过于慢 过于被动 抱怨这个题目太难的同学 要稍微主动一点 咱们把这个事情给解决了 好不好 好 那么我来看一下呢 接下来我们想怎么样 去给大家讲 接下来呢 我也要分三个步骤 来给大家讲一下 好不好 第一个步骤呢 是我们不是接下来 再把这个文章完整的听一遍 因为我们今天是第一个团 所以呢 我们现在可以稍微的缓慢一点 我们接下来想带大家过一遍 这一篇文章当中 那些有信号作用的句子 它可能没有实质性的内容 但是它有信号的作用啊 好 所以可能我这样讲的时候 很多同学会觉得说 啊 有一点点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好 我们现在来实际性的看一下 这一页PPT 好吧 好 我们来再放一下录音啊 那这是这篇录音的第一句话 那么字幕也在这里了 那实在你看不懂字幕呢 你可以看中文翻译 好不好 来 我们来一遍啊 多听几遍啊 多听几遍 好 这就是这篇文章的第一句话 我们来看这句话 它说 I want to turn out to really look at OK 好 所以这一句话本身 有没有什么意思 没有 但是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它的作用是想要告诉你说 诶 作者要来讲这篇文章的topic OK 好 所以这个时候 它look at 后面的这一句话 你应该想尽办法把它记下来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它后面说的是什么 so with that introduction I want to turn out to really look at what was different about the American colonies what was different about American colonists OK 好 那美蜀的殖民者们 到底有什么不同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时候 有很多同学说 老师那如果我不认识 colonist这个单词 殖民者这个词 我不认识 怎么办呢 等一会儿 我会跟大家讲到的 首先 词不会自己跑过来跟你说 嗨 你认识我吗 对吧 真是不可能的 所以呢 很简单 我们先把方法 方法放在这里啊 也就是说 当你碰到不认识这单词的时候 你在考场上的时候 尽可能的去猜 但是不要把它当作一个巨大的屏障 但是呢 在下面练习的时候 尽可能的要把它记下来 好不好 好 那么这是第一个 我们把它叫做一个总起 这样的一个句子 OK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啊 后面他又跟了一大堆的问题 OK 好 来 这是马上跟在他说啊 为什么美国殖民者后面 他马上问了一大堆的问题啊 OK 那么这种连续问的句子啊 我们在信号词这个类别里面 把它叫做摄问句 OK 摄问句 摄问句本身有一个引导作用 但是它本身是没有回答的 也就是说 我们不可能直接把这个问题 放到我们SST当中去写 对不对 我们一般写什么呀 我们要写这个问题的答案 因为既然作者发问了 就说明这个点是重要的啊 好 但是这个地方你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 它还是在跟着刚刚 different那个词 再往后面进一步的发问 也就是说 它问的更细了 对吧 刚刚说的是殖民者们有什么不同 现在说到的是 人本身有什么不同 生活 在这里的生活有什么不同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呢 它其实相当于 是对于后面内容 一个进一步的引出 记住了啊 那么前面的区别是在于 这是一个总起句 就是总的提出这篇文章的topic OK 后面这个句子叫做什么呢 叫做细分的一个 要引出答案的一个句子 摄问句 好不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啊 终于 终于它说 以上的这些问题 就是这节课 我想要给大家讲到的 好 我们来听一下这样一句话啊 England So That's going to be what I mainly address for the rest of the lecture And I'm going to talk about it by focusing on three different points OK 好 所以终于对不对 你听到了前面 有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的铺垫 终于它在这里讲到了一个 总起的一个很重要的数字 叫 3 OK 好 所以这个时候呢 大家就会去期待说啊 那后面应该就有3吧 果然 Point number one 啊 Point number one 来 number two OK number two and then number three is the nature of British Columbia and then number three 对吧 好 我们先不管 一二三里面分别都是什么东西 但是我们知道 哎 有三个点 OK 好 所以呢 你会发现信号词这个东西啊 它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一个作用呢 是首先 你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为什么 因为信号词本身没有特别复杂的东西 所以你听起来的时候就相对来讲比较简单 像什么 I want to really look at why this why that so I'm going to talk about focusing on three different points number one number two number three 所以这样子的话 你会发现这些信号词啊 它第一没有那么难的听懂 OK 好 第二 它有个非常非常地重要的作用 就是 引出后面的main aspect 对吧 那就相当于整个给了你一个缓冲的感觉 让你做好十足的准备 对吧 能够去听到后面这个新的内容 OK 好 其实在这里还有第三个作用 也是比较关键的 但是这第三个作用呢 相对来讲就会稍微的高一点 就是对大家听力的要求会高一点 这里我们不强求 不强求 也就是 你光听信号词 如果等到后期的时候 你是可以直接把这篇文章的框架 就给捋出来了 好 所以这个暂时不要求 那么我们作为一个讲解性的东西 先跟大家讲了 好不好 好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是这样的信号词 我假设我先不看任何的主要内容 那么对于这篇文章的框架 我是不是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框架是不是如此的简单 对吧 好 其实它这个框架就是这样的 不管它今天讲的是英国殖民者 还是美国殖民者 还是中国殖民者 还是whatever哪里的殖民者 对不对 我们完全忽略掉它这个文章的内容 就来看它这个结构 它这个结构是不是这样子的 今天呢 我想给大家讲讲这个 为什么是这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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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好 所以在这里呢 它其实是在讲今天的topic 而且对于这个topic里面的细节 用摄问的方式做了一些解释 有点这样的感觉 好 它说 那么这些东西是我今天主要要讲的 而且我要讲三个点 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 第三个点 对吧 结束了 所以这篇文章 哪怕它是换一个完全的内容 你也知道 它的结构事实上是这样子的 那有点说 知道结构又怎么样呢 事实上它对于你在后期啊 在碰到很多很多 maybe几十个 甚至上百个录音的时候 你整个人的把控性更强一些 而且你更容易区分 哎 这是一个aspect 这是另一个aspect ok 好 所以对于结构的掌握 我个人认为在理解上 都是更加高效的啊 而不是说 你听了十篇 第十一篇 你还是不知道怎么列 对吧 我们希望的是 你听了十篇 找出来十种结构了之后 你后面再听第二十篇 第三十篇 第九十篇的时候 你还是在用前面第一篇到第十篇 找出来的结构去听 所以这样说白了就是 你学到一种方法 你可以很高效的去解决 后面成堆出现的问题 ok 是不是这样子 好 那么既然结构是这样了之后 我相信大家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 那么就让我们按照这个结构 进行一件事情 这个也是大家以后在家里面 可以自己做的 按照这个结构去分段听 一定要把一个大的东西 拆开变成小的东西 分段反复的听 那么在听的过程当中 再去解决 你之前在整体听的时候 解决不了的问题 好不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段 第一段啥呢 这还记不记得 对吧 他说的是 today what I really want to look at is 然后跟了一大堆的问题 好不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部分 给他再听一遍 好不好 好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把整个的transcript也拿出来了 然后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好不好 听得懂的 你可以选择不看 听不懂的 你就选择跟着这个transcript看 好不好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今天的时候 就要去解决两个 非常重要的作用了 非常重要的问题了 OK 来吧 这个录音 提前结束 但是问题不大 好吧 问题不大 好 这个时候 你再来看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 哎 好像没有那么难 如果你这个时候 又非常非常的着急 然后就 好了 我等了 下一个 这样子的话呢 真的起不到一个说 你要练习 而且是为以后 你要碰到的文章 做铺垫 这样的一个练习作用 好 所以不要慌 不要着急 你要问自己两个问题 第一 为什么我刚刚 在第一遍听的时候 没有感觉 听得这么懂 第二 为什么我刚刚 在第一遍听的时候 感觉很多核心的单词 都记不住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来解决一下 那么在 今天的时候呢 大家以后都记住了 就是你 今天的过程当中 去做两件事情 非常重要 第一件事情 听不懂 一般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 这个句子的结构 长到 你没有办法 把这个句子 分出正确的一群 找到主位 结构之间的关系 你根本压根 就这个句子太长了 你已经loss掉了 就是ABC 或者是主位兵 或者是主戏表 你完全loss掉了 谁跟谁之间 是什么关系 所以这种事情 经常会发生 在那种 喜欢把一个句子 讲得特别长的 这样的情况之下 好 第二个 比较主要的原因 就是 某一些 比较核心的单词 我们都不说 那些不太核心的单词 或者是词组 你完全没有听懂 或者是你自己的积累不够 导致了你在这个地方 出现了一个卡克 那么这些情况 在今后我们每一段的 经厅里面 只要出现了 我都会拿出来讲 如果你还有问题 我没有讲到 我也希望大家 在这个视频当中 你去暂停 你自己去把它记下来 记在你自己手上的 小本本上 好不好 好 只要你能在 每一段经厅的时候 很耐心的 把这两件事情解决了 长句子和南单词 分开解决了 我相信 以后慢慢你自己的听力 会越来越好的 最最起码你是知道 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有一些人是属于 句子结构他听得懂的 但是单词不会 有一些人是属于 单词也不太会 然后句子结构也听不太懂 有些同学是属于 句子结构完全听不懂 所以每个人的情况 都不太一样 一定不能一概而论 好不好 根据自己的情况 专项解决 好吗 好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在这里想跟大家讲两个点 在这篇文章当中 这篇文章当中 一个比较重要的东西就是 第一 这个topic words 是一个相对来讲 比较长的单词 叫what was different about the American colonists 就是美国的殖民 有什么不一样 针对美国的这个殖民 有什么不一样 这是属于 topic words 一定要会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篇文章的第二个难点 就是 这句话你们发现 很容易懂 人在这有什么不一样呢 对不对 这个就非常容易懂 为什么 因为它短呢 对吧 好 为什么这句话 你自己在盲听的时候 你是有点懵的 好 不信的话 大家现在可以 就是你故意的 不要去看这个transcript 你故意不看 你再听一下第二句话 就是紫色的这句话 好吧 好 准备好啊 你不要看这个 你再来感受一下 这个句子的结构 好吧 我们一起 看天啊 对吧 好 就是会觉得 这个句子好像 比前面的句子 结构都难懂一点 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 为什么它会难懂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这样的 它说的是 Why was life here different from what it would have been like to be a british subject back in england OK 好 所以这个话斜杠的地方啊 虽然你现在看起来有点乱 但是呢 你看啊 一个颜色 事实上是一个异群来的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紫色 它的这个异群是什么呢 它被拆开了 其实我们把这个紫色的单 拿出来看 它其实就是这样的 就是 Why was a different from b 就是a和b 为什么它们之间会有不同呢 对吧 所以当你把这个东西 拆得贼开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有一定难度 那如果你是简单讲说 Why was boy different from girl 就男还有女还有什么不同 你一下就听懂了 对不对 每个人都听懂 你要仔细看这句话当中 有没有很难的难词 倒也真的没有 对不对 大不了就是有些同学 不太理解 什么叫 a british subject 其实你是可以猜出来的 subject我们经常会说是 目标 对吧 比如我们经常说 这是我的实验目标 this is my experiment subject 它是我的实验对象 对吧 那你就可以理解成为 它就是一个英国的对象 一个英国的individual 一个英国的人 对吧 所以这个其实不是那么的难理解 大致猜也能猜出来一点 其他的就更不用说了 对吧 好 所以在这里呢 它的主要难点 真的就是这个句子的结构 被从一个很简单的结构 拉到了很长的结构 好 那么我们再单开来看 就是a是什么 b是什么 OK 好 先看a a就是绿色的这个位置 叫life here 那么这个here 接着它上文讲的 就是American colony 对吧 对吧 就是美国的殖民地 大家都知道 早期的西方历史 你要有个常识 就是美国最先开始 是英国的殖民地 对吧 当时欧洲最强的 就是英国嘛 对吧 所以大英帝国 跑去殖民了整个北美 所以这个时候here 就是指美国殖民地里生活了 好 那么 那么b是什么呢 它不是说 why was a different from b吗 那b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 它是会有一个比较难的 时态的叫 what it would happen like 它这个叫什么呢 叫将来完成时态 或者说我们可以把它叫做 虚拟完成时态 也就是这里的一个word 表示的是一个虚拟 就是说 原本应该是一个英国人 我们叫原本 那么本来会有的生活 什么生活呢 就是成为一个 就是一个普通的英国人 你不是说 我跟着我家里人 从英国 因为英国殖民了美国嘛 对吧 我跟着我的家里人 跑到了美国殖民地来生活 那么在殖民地的生活 和本身只是一个 普普通通的英国人的生活 有什么不一样呢 对吧 好 那么最后呢 有一个地点状语 叫back in england 那么就是回到英国 就这样的意思 好不好 好 稍微复杂了一点点 我们再把它捋清楚 你只要把我刚刚讲的 绿色的套到A里面 蓝色的套到B里面 那么这句话翻译出来的意思 就很清楚了 就是 为什么在美国殖民地的生活 会和本来你可以 作为一个英国人 即将要有的生活 是相有不同的呢 对吧 是不同的呢 就是这样的意思了 OK 好 所以你看 本来连中文说起来 都会有一点点 当然有可能是我的 表达能力问题啊 就是都会有一点点绕的情况下 这个英文长句子 大家听不懂是非常正常的 但是如果你很着急的就这样过去了 以后你还碰到这样的长句子 你拿什么来去应对它 对不对 好 所以在这里你就知道了说 以后我再碰到这样比较长的句子的时候 我要先把它的一个主干成分捋出来 而且尽量的去做这样的一些积累 对吧 包括你以后可以再按照这样的方式 自己尝试着去造一些长句子 比如说你可以说 为什么在澳洲学习的生活 和本身你在中国学习的生活 会有什么不一样呢 对吧 你可以尝试着用这种类似的句子来造造句 当你自己用这样的句子 用习惯的时候 你在听到这样的句子的时候 就不会觉得太难了 对不对 好 Why was study life here in Australia different from a normal life in China 或者是a normal life back in China 对吧 你尽量的去模仿它 哦 我多造几个这样的句子 我好像就对于这种句子结构熟悉一些了 是不是啊 好 所以呢 这是对于文章当中有句子结构看不懂 一定一定不能忽视它说 啊 听完了结束了 或者是啊 我看个transcript结束了 或者是啊 老师给我讲了结束了 下一个 而是你要把它留在自己的脑子里面 啊 然后以便你下一次再拿出来使用 好不好 嗯 好 所以这个是一个句子结构看不懂的一个范例啊 给到大家 好不好 好 我们现在再回到这里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比较简单了 它在这里呢 其实讲得很清楚 就是说我这一篇文章 我这个lecture 就是要讲美国殖民地的不同 至于它是人不同 生活不同 哪里不同 对吧 到底为什么不同 哪里不同啊 是我接下来要讲到的东西 就这么简单 好吧 three points 对不对 嗯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再看一下 终于要讲到three points了 我们再往后 好不好 第二个结构 OK 好 来 接着刚刚的来啊 是吧 刚刚是不是three points 第二个结构 and I'm going to talk about it by focusing on three different points point number one I'm going to talk a little bit about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 of the people who migrated to the colonies I love gives you such a sense of power when you're lecturing you say there are three reasons and the entire room goes 啊 three there are three so there are three OK 好 为什么我要把这一段 给大家挑出来 而且这个也是经常会碰到的啊 就是我相信很多同学 如果你起码练了一些SST 或者是你学习了一些PTE之后 你就会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 就是突然有一下 你知道他在搞笑 或者是你知道他在讲一些题外话 或者我们经常把它叫做一些口头的垃圾话 这样子的情况下 但是你整个人还是很懵 而这些事情 它不一定会发生在lecture里面 它有可能发生在你日常生活里面 对吧 你非常担心 你在跟一些native speaker讲话的时候 你完全听不懂 他们在笑什么 他们的梗是什么 就是这样一种感觉 OK 好 所以这个时候 跟你日常生活不一样啊 那我先给大家一个最粗暴的解决方式 就是当你听见 他在讲话的方式的时候 和开玩笑的方式的时候 语气完全有变化的时候 来我们来感受一下 就是他是不是突然笑了一下 然后他整个语气放松了 而他在讲正经的事情的时候 是属于非常一板一眼的这样的一种讲话方式的 你去感受一下 我们再来一次好吧 对吧 讲的一样顿促 就像咱们的RA一样 然后你马上再去看他接下来这一段话 对吧 所以你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 他放松了很多 而且语速突然加快了 就好像是我们可能突然在讲某一个笑话 某一个体外话的时候 声音突然一下子那种语音语调就变了 对不对 所以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我教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粗暴的方法 就是当你一旦发现 他好像在讲垃圾话的时候 你马上要告诉自己 不慌 就当是给了你一点点缓冲的时间 就当他是在讲废话 你一定不要慌 然后你就静静的等着 他再接回自己刚刚的话就行了 对吧 他刚刚不是在讲point number one吗 那你就在等到他去讲point number one就行了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很忌讳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你非常想要去听懂 他讲的这个所谓的段子 但是你又没有听懂 然后你整个人后面的东西也跟不上了 所以这个你应该是要能区分的 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很感官的东西 你只要能区分出来 他们两个语气不一样 而且还有旁边观众的笑声什么 杂音什么 这些你就都不要管了 好不好 好 那么有些读员说老师啊 我还是很希望说 我自己能听得懂呢 那么在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盯听的作用了 就是盯听的时候 时尔会出现一些这样的东西 那么你要看得出来 它是作为一个lecture 在跟大家开玩笑 所以当你自己看到transcript的时候 你告诉自己说 哦 这是一段玩笑话 不需要写在我的SSD里面 就可以了 好不好 嗯 好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他说什么 就他本来说的好好的 对不对 他说three different points point number one 是什么 我们等一会再说啊 好 然后他自己突然停了 然后他就说 你有没有发现啊 当你在讲课的时候 你说有三点 然后整个屋子就会 有三点 对吧 这种感觉好像有一种power 对吧 他说 it gives you such a sense of power when you are lecturing 对吧 就是给人是有这样的感觉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切近在掌控中嘛 就好像是 哎 我知道三点 我就好像学会了这堂课一样 这种感觉啊 好 所以他是在开个玩笑了 那不用太在意 那以后如果你还碰到这种情况 你千万不要出现那种就是 努力听懂 还听不懂 然后还影响你其他的东西 我经常有时候上课 放这样的东西的时候 有些学生还会自己停下来 思考看着我 所以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能走神 你一旦走掉了这个神 失去了这个听力的状态的话 后面东西很难接上的 好好 好 所以这个呢 也是告诉大家一种战略性 应对的方法 而且它会经常出现 因为我们PTE的听力 是非常非常的真实的 OK 好 所以这是这一种情况啊 你看他讲完了废话之后 连number one都没讲完 好 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 就是看一下 他怎么接着去把这个事情补完 就是在开完完哨之后啊 好来 最后一点 所以 所以我很爱这种老师 然后包括我自己也是这种人 就是属于 我讲完了之后 我还要再重复一遍 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同学 可能在第一次讲的时候 要不然就是 吸收一个新东西 没有反应过来 对吧 要不然就是可能太 投入了去听 但是忘了记下来啊 所以你很 你很开心会听到这句话 and I'll repeat that 对吧 就是我要再重复一遍 I'll repeat that OK 好 终于讲到了这篇文章 最重要的三个点 但是你会发现 这就是大家会碰到的 第二个难点 就是词汇看不懂 或者是词汇听不懂 或者是他讲得太快了 没有来得及记下来 对吧 你就会发现啊 它完全是两种不同的难点 一种难点呢 就是文章句子的结构 太复杂 导致你听不懂 还有一种就是属于 文章句子结构 一点都不复杂 它说句子结构复杂吗 number one is 什么东西 number two is 什么东西 and number three is 什么东西 这个结构真的是 太不复杂了 而且你整个人 会有一种爆棚的自信 就会觉得说 我一定听得懂 结果听完了之后 你傻了 对不对 好 所以这就是问题 这就是词汇不懂的问题 好不好 好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还是刚刚那句话 很忌讳 大家就是很着急说 我听个百分之五十 就过去了 好像翻译翻译 查个词点就过去了 所以在这里呢 更多的是要把这个问题 核心的解决起来 一起来看一下 好不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词组是什么呢 Distinctive character of the people who migrated to the colonists 好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来把这个colon 这个people who migrated to the colonists 简化一下 是不是就叫做 移民者呀 对吧 因为他移民去到的殖民地 不就是移民者 对不对 只是说他会稍微有一点点的 不一样就是 首先他的国家 把这个地方殖民了 然后他才要搬过去 是这样子的 好 就是跟我们现在来澳洲 有一点不太一样 就是我们只是单纯的 想移民来澳洲 而不是说中国 把澳洲殖民了 然后我再过来 OK 好 所以呢 这帮人我们可以理解为 他就是移居者 所以我们可以 get一个名字 叫做migrants OK migrants 迁徙到另外一个地方 居住的人 好 所以这样我们 是不是简单一点 我们就会发现说 那我这样子就变成了 Distinctive character of the migrants OK 好 所以 Distinctive character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独有的特点 character 大家都知道 就是特点嘛 特征嘛 对不对 好 所以这是他要讲到的 第一个不同 记得吗 这篇文章作者 是想讲不同来着 好 这是他想讲的 第一个不同 就是人的特点 OK 好 接下来再看一下 第二个是什么呢 The distinctive conditions of life in British America 而是因属美国 他这个生活条件的 什么不同 对吧 就是很独特的一种 生活环境 OK 好 这个不是人啊 我们把它改一下 在 在英属美国 独有的生活条件 好吧 最后一个可能会相当于来说 就是最难一点 有很多同学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这个单词叫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叫殖民管理 你既然把这个地方殖民了 你就要管理啊 对吧 比如说英国当时 把香港殖民掉了以后 它是整个在香港会设定 它自己的一个管理层的 对吧 好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 原来那种港片 警匪片里面 香港警察最后是向他们的 英国上司报告的 对吧 当然 这有很多片子里面 英国上司都非常的 就是 其实很doggy 对不对 就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好 因为扯远了 我们现在回来 继续把这个讲完 就是 英殖民管理的本质 是什么 the nature OK 好 所以这样我们再带进去 我们再听一下 会不会好一点 go so number one so number one is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 of the people who migrated to the colonies number two is the distinctive conditions of life in British America and that that point I'll talk about for the longest and then number three is the nature of British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and I'll repeat that 因为它要repeat 我们就不再放 时间关系 好不好 好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给大家 用一个范例 来解决了 很多很多的东西 我们解决了什么 我们解决了信号词 我们解决了一篇文章 是有它的结构的 我们解决了 你听不懂 在经厅里面 要去做什么事情 对不对 当句子难度太长的时候 一定要学会 把这个句子拿出来 专门的去剖析它的结构 那如果句子结构 OK 你听不懂 只是因为词汇听不懂 或者是跟不上的话 一定要好好地 把这些词汇积累下来 OK 好 所以做完这些东西 就结束了吗 当然不是了 那么我们能做的 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 把刚刚那些 比较散的知识点 把它最后再放回到 原来的位置 把它变成一个 可以写成SST的东西 对不对 好 记得吗 这个位置是我们刚刚 在看的这个文章的结构 但是它没有实质性的内容 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 实质性的内容放进去 好不好 就是想讨论的 topic是什么 What was different about American colonies 对吧 那么英属美国殖民 到底它不同在哪里呢 好 那么我会再 我会通过三个方面来讲 哪三个方面呢 对吧 这个移民者独有的特点 对吧 再因属美国独有的生活条件 以及 因殖民管理的一种本质 好不好 到底是什么 好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 它就会变成结构清晰 且内容比较完整的 这样子一个 相当于啊 是一个中文版的SST了 是不是 OK 好 所以呢 这篇文章的精听讲解 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那么更重要的是 希望大家不是仅仅的 学会一篇文章 而是学会一种精听的能力 并且呢 真的能够通过 自己在家里面 好好的去做这样一些精听 你练一篇 可以打别人练十篇 好不好 所以该积累的东西 该记下来的东西 希望大家都能够吸收OK了 好不好 好 那么在随行的PPT后面呢 会给大家放这篇文章的 就是整体的一个 完整版的Transcript 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话呢 大家可以在这边暂停一下 然后结个图 把这篇文章完整的Transcript 就是结下来 好不好 好 那么终于讲解完了之后呢 我的任务结束了 那么你的任务来了 好不好 给大家最后留一下 今天我们打卡的作业 那么大家一共呢 要完成三件事情 好不好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你除了我刚刚在讲解的 那些东西 总结那些东西之外 它毕竟是我的 不是你的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 通过我的讲解之后 对这篇文章的理解 能够更深一步 那么用你自己 可以记忆的方式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不要写的复杂到 连自己都不愿意看啊 就是用自己 可以记忆的方式 看得进去 理解得进去的方式啊 写下一段中文的SST 就尽量的不要去抄我的 哪怕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还有什么不理解 你可以再倒回去 再看一遍 好不好 那么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这个中文SST 一定要闲啊 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因为今天我们讲到 是跟西方历史啊 还有殖民有关 所以正好呢 我们就把这个topic 相关的三十个单词和词组 当然不嫌多 不嫌多 那么有一天想 就是积累六十个 有没有问题 当然没问题 对吧 好 所以呢 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些 关于西方历史 或者是殖民相关的一些单词 那么如果本文当中 对于你来讲 就有挺多深词的 那你就不要去找别的了 毕竟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 做讲解 对吧 所以大家可以啊 把今天文版里面 不会的一些单词 首先先积累上来 好不好 那如果说有别的东西 还在你PTE复习的过程当中 也碰到了 无论它是read aloud 还是essay 还是fill in the blanks 大家都可以优先积累 也不用说 我就随便在网上找 好不好 好 积累词 词组都是可以的 有时候你会单词 但是不一定会词组嘛 对不对 好 最后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根据我们今天的 这个视频讲解 根据这一篇文章 写出来一个 大家自己认为 是完美的SST 也就是说 你不要瞎写一个啊 就你要好好写 好好斟酌 包括词啊什么的 因为都讲了 所以大家都是可以 再倒回去看的 我一点也不建议大家去 就是再回去 再反复的看 甚至用原文原词 这些东西 我都是不介意的 好不好 然后呢 我们在群内打卡 好不好 好 所以这是今天的作业 然后希望大家认认真真地 看完了这个视频 然后准备要开始做作业了 那晚上打卡点评的时候 我们群里再见 好不好 好那谢谢大家的收听 那么我们下一天 下一期打卡作业再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